上集讲到 拿破仑的遗嘱 透露出他的死亡另有隐形 但是关于拿破仑中毒身亡的说法 究竟能否成立 拿破仑在被流放到 圣赫勒纳岛之后的六年中 到底发生了哪些离奇的故事 如果拿破仑是死于砒霜中毒 那么谁又是这木材的 最后的真正黑手呢 拿破仑死亡之谜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皮肤浓包 外伤感染 百多邦 特盘TG和墨皮罗金 深藏消炎杀菌 强力去感染 浓包 外伤感染 快用 百多邦 哇 世界都聚到一块了 哦 原来是必胜科四海博览披萨 一个披萨四种美味 亦是罗勒肥美大虾 美式烧烤香肠 起源自南非的鸵鸟肉 还有公报鸡丁 欧美非中 全到其二 还有更多各国美食 不出国门 吃遍世界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在三亚 三千亩热带园林市校园 三十万平方米现代化校舍 共许全国万名优秀学子 正坚定地向着与国际接轨的 现代大学制度前进 本栏目由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在上一集里给大家讲过 拿破仑的仇家多着呢 这第一个嫌疑人 就是可能毒杀 可能下毒的嫌疑人 排在首位的是英国人 那么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又是谁呢 第二位就是他的同胞 法国同胞 特别是波旁王朝 我们知道拿破仑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物 他一辈子都反对波旁王朝 反对这个封建制度 而当时的执政者是路易十八 这个路易十八呢 非常的软弱 也非常的无能 又是欧洲反华联盟扶持上来的 没什么本事不说 很不得人心 那么拿破仑万一某一天 又像当年在埃尔巴岛一样 又回到了法国本土 那路易十八那不是 觉得又来了一场灾难吧 所以这个路易十八 为代表的波旁王朝 那肯定是想拿破仑死 第三一个毒害拿破仑 给拿破仑下毒的人是谁呢 就是欧洲其他君主国家 那当然也就多了 你比如说俄国呀 奥地利呀 还有西班牙呀 普鲁士啊 是吧 因为拿破仑他把这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制度呢 带到了欧洲各国 把欧洲甚至把世界来搅得天翻地覆 特别是让那些封建君主国家呀 不得安宁 所以这帮子人做梦都希望拿破仑死了就干净了 死了就清净了 死了就没有威胁了 各界专家虽然始终无法排除 拿破仑在52岁便撒手人寰 是遭到暗杀的可能 但又有哪些证据能够支持这种说法呢 不久读物学专家福苏伯德 就找到了测量人体中毒与否的简单办法 那就是测试头发 头发是研究人体中毒素含量的一种最适合的物质 因为人体总是力图把体内的毒素通过头发排泄出去 所以头发是可以用来作为检验拿破仑中毒 而死是否属实的一个铁证 那现在的问题是拿破仑有头发吗 还真有 因为拿破仑死前和死后都留了很多的头发给后人 先说生前吧 这欧洲人很有意思 朋友之间送别了 他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他割一缕头发送给对方 咱们中国古代里看都是 折柳相送 我把那柳枝把那柳树剪一枝送给你 表示你在远方一个是平安 还有一个想念我 但是欧洲人就是 我把我的头发剪一段给你 就像送你一朵雾王我一样 看到我的头发就看到了我的大佬 看到我的面容 看到我本人一样 拿破仑一生最喜欢送给别人头发 拿破仑死了以后 他的头发还被他一个仆人叫马尔桑的 把他割下来 然后呢 后来传给了他的女儿 所以拿破仑的头发不缺 拿破仑的遗物里边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头发 于是呢 我刚才讲到1955年 在瑞典哥德堡 做血清学和读物学研究 那一位医生呢 就是扶苏伯德 想方设法就征集到拿破仑的一根头发 他死后的一根头发 可能就是从那个马尔桑的后人那儿征集到的 雁明的那个头发的震生以外 发现绝不是冒牌货以后 他就把那根头发呀 用很机密的方式 寄到谁啊 寄到当时一个权威研究机构 也就是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 寄给了一个斯密斯这样一个科学家 请他来化验 过了这个一段时间以后呢 收到了格拉斯哥大学 斯密斯的信 就告诉他呀 通过那个生元素活化这样一种检测方法 就发现 你给我寄来的这个人的这根头发呀 他的披霜 他的深的含量啊 是每一颗头发 10.38维克 披霜 什么概念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数字呢 把那个数值 把它转换一下呢 就是说你叫我化炼的这一根 化验的这一根头发呢 它说明呢 这个人 头发里边的披霜含量 是 100万克头发 含身量呢 为10.38克 我们都知道正常人的这个身含量呢 应该是0.8克 所以呢 折算起来呀 那么就高出了正常人的身含量 披霜含量的13倍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这个呢 就让当时的 这个史密斯和那个福苏伯德呢 大吃一惊 那就意味着 从那根头发来看 绝对是披霜中毒了 高于正常的13倍 但很多人还是存在质疑 这根头发所含的披霜 是有可能从外部环境 诸如水 包装物 或者其他物品上沾染得到的 据说拿破仑生前酷爱使用一种洗发液 这其中又有无关联呢 对此 化验者史密斯做出解释 从外部环境沾染到头发上的披霜 与头发内部含有披霜 在实验中所显示的现象是根本不同的 所以 他对头发化验的结果只有一个 披霜存在于头发内部 而且是通过发根一直进入人体内部的 那么难道一根头发就能够彻底证明 拉破仑死于中毒吗 你不是说一根太少吗 而且那一根头发是拉破仑死后的 那就来点拉破仑以前的头发吧 这没问题 因为拉破仑的头发本来就多嘛 而且现在都保存得很完好 所以这个拉破仑的头发呢 经过扶苏伯德来征集了 又征集了好几根 这我就有一笔数字了 我给大家练一 其中有两根头发呢 深含量在百万分之 3.27和3.75 什么概念呢 高出正常深含量的0.8这个数字呢 为正常人的4到5倍 这说明这两根头发 也说明这个头发的主人呢 已经披霜中毒了 后来又找到一根长13厘米的 和一根9厘米的头发 又来检测了 13厘米的那根头发呢 把它结成了好几段 发现那个深含量呢 在2.8到51.2之间 而9厘米的那一根头发的深含量呢 在1.06到11之间 进行到140次试验呢 都没有什么差别 说明这个人是绝对的 那个头发的主人 是绝对的披霜中毒了 学者们还不满足呢 那么又来 我刚才讲了 又来征集拉破仑 生前的那些头发 我们都知道 拿破仑在1817到1818年 就是死 之前那个三年到四年之间呢 他有一个朋友 叫贝特拉的 经常去看他 拿破仑呢 在离别前呢 就在那个圣河拉拉道呢 割下一缕头发呢 就送给那个好朋友贝特拉 那贝特拉的头发 把那个拿破仑送的头发呢 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家里 而且后来传给了他的后人 那么福苏伯德和这个史密斯呢 把这些头发征集了 然后呢 又来化链了 结果发现 1817到1818年间的这些 拿破仑的头发呢 其中呢 这个身处于 6.7到26之间 也超过了正常值的0.8 可见呢 拿破仑在1817到1818年间 就是死的前四年 已经披霜中毒了 学生们还不满足呢 后来又征求到了 拿破仑1816年的 那个时候呢 给别人赠送的头发 发现身含量在 11.1到18.1之间 有的呢 在9.2到30.4之间 证明在1816年呢 拿破仑已经中毒了 也就是死之前的五年 已经中毒了 全新高杰斯卫生巾 四倍瞬息蓝条 吸收快四倍 怎么自由怎么来 自由自在 只要我爱 再来 高原之宝 毛牛奶 祝您扎些的泪 高考风雨露 明师伴你行 教辅选用红对沟 学子高考变轻松 红对沟教辅 新岛链 新浪潮 恒水明师新作 好书 重远之路 爱心呵护 明师一号 学子骄傲 为了进一步求证 学者们还结合拿破仑仆人马尔桑的回忆录 谱写出拿破仑死前七个月中毒的六个高峰期 1820年9月 拿破仑病情加重 1821年5月 5日死去 最后七个月 拿破仑的身体总是时好时坏 在这六个高峰期里 拿破仑痛苦挣扎 欲死不能 多种症状交替进行 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呢 刚才我们排了三个嫌疑人 英国人 法国人 英国 法国以外 其他欧洲人 我讲到这个份上 大家就已经估计到了 那么拿破仑 他是死于披霜中毒 而且可能是慢性披霜中毒 那就是一次一次的 很微量的这个披霜 搁进他的食物里边 这就说明 要给拿破仑投毒 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拿破仑 他的厨师 或者是他的调酒师之类的 就是拿破仑身边负责他饮食的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人 还要得到拿破仑的信任 这两个条件 在这两个前提下一推测 好多的箭头 一下子就指向哪了 指向了他身边一个厨师 他一个调酒师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蒙托龙 这个蒙托龙是什么人呢 这个人呢 出身于法国的贵族 跟波旁王朝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而且是一个公子哥 在军队里边服役了 贪污军饷了 差一点要被阵法 后来就被一个阿尔特瓦的人 找来谈话 就说我给你交代一个神秘的 但是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你潜伏 到拉破仑的身边 想方设法获得他的信任 然后呢 在他的饭和酒里边 缓慢的下毒 不要一次给我解决问题 慢慢来 几个月或者几年 而且要记住 一定要得到他的信任 要让他 不要怀疑到我们 法国同胞干的 不要怀疑到我们 波旁王朝干的 要尽量怀疑到英国人 怀疑到其他欧洲人的 这个头上去 所以当时呢 这个阿尔特瓦 就是这样给他交代的 交代了 那当然了 他就 要么被枪毙 要么就来干那个事 到拉破仑身边来做厨师 后来他选择了后者 所以呢 就得到拉破仑的信任 其实拉破仑到死的那天呢 都没有想到是法国人 他的同胞把他毒死的 拿破仑一世辉煌 却最终难逃黑手 他生前一直把英国 作为最大的怀疑对象 不光因为英国与法国 向来是战场上的对手 还由于当年 拿破仑在圣赫勒 拉岛流放期间 英国总督在监视 拿破仑的过程中 处处设套为难他 拿破仑在遗书中 也曾写道 我死得太早 是被英国的寡头政治 和他们雇佣的杀手谋害的 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真正的凶手 却是自己身边最信任的人 那么这一方面呢 最近我读到这个 有一本那个传记 拿破仑是美国有一个传记作家呢 就是这个李斯利·麦库尔写的 他呢 也坚决认为 拿破仑是被披霜堵死的 而且拿破仑呢 是被这个 蒙托龙堵死的 他回答了 他说 他说为什么波旁王朝 也不希望 拿破仑赶快死 而要用慢性毒药的方式 把他慢慢堵死呢 也是两个原因 第一 叫那个拿破仑一下子死了呢 法国的民众 不甘心 法国民众 要造波旁王朝的反 因为我反复讲了 这拿破仑在法国人的心目中 的地位简直太高了 但是波旁王朝 又想拿破仑非得死 因为不死的话 那么对波旁王朝 是一个威胁 是一个隐患 是一个祸害 所以最后的结论呢 就是波旁王朝 要想拿破仑 慢慢地死 神不知鬼不觉地死 查不出原因地死 我刚才讲到 那个阿尔特瓦 就是导致 拿破仑死亡的背后 真正的黑手 就是让那个蒙托龙 去下毒的这个人 背后的黑手是阿尔特瓦 阿尔特瓦是何许人意呢 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 他其实呢 就是后来的法国的国王 查理时事 在拿破仑死了三年多 四年的时候 他就当了法国的国王 也就是查理时事 你说他怎么 言得下泪口气 他怎么不想拿破仑死呢 所以这个真相呢 就大白了 美国传记作家 李斯利·麦奎尔 还披露了一个事实 在拿破仑去世后二十年 法国人没有忘记拿破仑 而且觉得 一代英豪必须落叶归根 1840年 拿破仑的遗体 被运回法国安葬 他的棺木被打开时 众人全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因为拿破仑的遗体 居然没有腐烂 那么这跟中毒身亡的说法 有没有关系呢 为什么没有腐烂呢 这个美国的传记作家 就认为恰好是 披霜无意之中 帮了这个保存尸体的盲 也恰好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明拿破仑死于披霜中毒 因为今天的好多博物馆 好多医院 为了保存人和动物的这个尸体 就还要借助披霜 所以从拿破仑 尸体没有腐烂这一点 也可以从侧面来证明 拿破仑死于披霜中毒 讲到这儿 我真是很有感叹 我想到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叫做腐落平阳被去惋惜 拿破仑死得这么惨 又死得这么窝囊 拿破仑如果是在天有灵 他自己都言不下泪口气 这么这个辉煌的一个人 就这样结束了一生呢 那么1840年呢 拿破仑就被他的人民又接回了这个法兰西 藏在了法国 终于呢 长眠在自己的土地之下 观众朋友 一讲到那儿 大家肯定就对拿破仑有一个评判了 拿破仑自己也希望你去评判他 拿破仑自己 他不愿意对自己做评判 所以拿破仑他说 对我拿破仑来讲啊 我究竟荒六还是伟大呢 你们去评吧 因为荒六和伟大中间只差一步 让后人去评价我吧 所以我就想到 这武则天当年留下无自卑 也是这样的 他就让后人来评价 他的工作是非常好 那么一说到这儿了 我就想再问一句 我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们怎么样来评价拿破仑呢 到这儿了 我把拿破仑的一声就给大家讲完了 谢谢大家 诗书栏目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讲述话题和主讲嘉宾 欢迎拨打栏目热信5861-1574 他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 是举世公认的推理小说女王 他笔下的38部神探波落推理系列 各个悬疑难解 险象还生 神探波落如何解开这一个个难以破解的迷一篇大案 5月5日至5月11日 中共黑龙江省委 政法委宣教处张旺钊 带您一同领略神探智慧 感悟生活哲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